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不等式它的解是這個 那麼它A加B等於做什麼 我們知道說 這個解析合 哪一個不等式的解析合是這個 最簡單的那個不等式的解析合 是這個的那個不等式是哪一個呢 就是X加3乘以X-2分之1 消音啊 這個解析合就是這個 這個不等式跟這個不等式同解 那這樣同解我現在給它 敞開來敞開來就是X-3分 加3-2分之X 就是加2分多少 3-2分之1就是3-2分之1 加3下 這等2分之5 2分之5X 長數項的話是減掉2分之3 這個小零 那這個呢 不等式跟這個不等式同解 中間這一項,因為AB不知道 因為它同解的話,所以這個係數會乘比例 這個東西的話,不是跟這個東西要乘比例 也就是說,我-3,乘一個比例常數K 這個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這個是... 或者是說,這個把它乘一個比例常數好了 就5分之5,我給它乘一個比例常數K 這個要等於多少呢?要等個-3 要等個-3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我就曉得 這個比例常數多少?比例常數K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5分之6 好,那我把它全部乘以5分之6 全部乘以5分之6,因為你乘一個負數嘛 所以不等它要顛倒過來 乘以5分之負6的話,這個就是5分之負6 S比方 這個乘以5分之負6就是負3 負3的一個是 乘以5分之負6,2分之負3 乘以5分之負6 這個是2,3得6 所以說5分之3得9 加上多少呢?乘以5分之乘以5 加上的乘以5分之何? 這要給大一點 dinheiro 好,那你看,這兩於不等式是同結 中間的內相又一樣 所以這要乘比例 這要乘比例 這個比這個 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所以5分之負6呢?是等於 這寫錯了 這是AX平嗎? 所以這A的話要等於5分之負6 所以我就想著 A這個是5分之負6 B的話等於多少?5分之9 B的話等於5分之9 那給它加起來 加起來A加B就等於多少? 就等於5分之3 所以A加B是等於5分之3 答案這個是5分之3